11月8号是王源的18岁生日 恭喜我们的小奶源终于先承认你啦 这一路走来王源也是凭着自己的不断努力 成为了一个有言又有才的爱豆 获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今天牢牢就来带大家看一看我们奶源的音乐之路吧 王源的原创音乐之路开始于2015年14岁生日 为粉丝准备的《因为遇见你》 这是他为粉丝偷偷准备的惊喜 用这首歌来感谢粉丝的一路陪伴 这首歌的歌词温暖亲切 犹如暖阳般讲人照亮 因为遇见你一切都注定 15岁的王源创作了个人的第二首单曲《最好的时光》 送给母校南开 最美的时光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 都有种青春校园的感觉 这是对母校的诚挚祝福 16岁时王源创作了第三首原创《时光不秀》 在这首歌中王源描绘了自己的美好校园生活 和真挚的同学友谊 之后又创作了自己的第四首原创单曲《时期》 这首歌是王源送给自己的17岁生日礼物 我们优秀的元宝 各是将17这首歌的全部收入 捐给了元基金 带着粉丝一起做公益 《骄傲》是王源送给母亲的歌 王源特意选择在17岁生日会当天首次公开演唱 也是一份给妈妈准备的惊喜 格词中写道 我只想有一天你能为我骄傲 做一个让母亲骄傲的孩子 也许是王源最大的愿望之一吧 宝贝则是一首为公益而生的歌 温柔细腻 粉花生的少年 用着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证明一颗热爱公益事业的心 并将这首歌的175万收益全部捐出 《回报社会》 除此之外 王源还去国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英文单曲 《Sleep》 17岁少年 坦然自若 风鸿出路 《The Run Seeds》是他第十首个人单曲 也是继《Sleep》之后的第二首全英文单曲 一改往日风格 曲调绵长 歌字细腻 王源将这首歌唱出了属于这个年龄段独有的青春感 《不要U》是王源第十一首个人单曲 第三首英文歌曲 在《不要U》中 王源希望通过音乐 向每一位粉丝 以及一路陪伴他长大的亲友们告白 即使人生不免会遇到各种困境 自己也要努力通过歌声 为大家送上希望和安慰 至于每一刻 《现实生活》而逐渐疲惫的心灵 11月6日 11点08分 王源选择在18岁生日之际 发布了自己的第十二支个人单曲 《一样》 这是王源记录成人事件前的一首自我剖析式演练作品 《生而自由》 《爱而无味》 脱离孩童的见真 延续少年的赤诚 人生不切 同一皆成长 稀稀数来 王源已经拥有了12首属于自己的个人单曲 这个优秀的少年 一直都在脚踏实地的前景 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网络老新闻》 祝王源生日快乐 记载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报答